我们要看到近期一系列人事变动 其中有一个人的生殖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就是王志军 那么今天和民先生特别给了一个标题 叫做本来是朱镕基的大秘李炳君吊声 结果换成了刘鹤的老部下王志军 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早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六 在讨论最近的一些相应的调整 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 他仍然是在进行人事调整 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但是二十大之后 或者是党的代表之后 党的代表大会之后 和这个政府换届之后 他换的这个人事就变得更加敏感一些 因为他涉及到最高领导人的 他的班子的配套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我们只看到常委看到政治中委员 但是实际上这个常委下面谁跟他呢 这个这个处理这些事情 当他的西方教当他的幕僚长 当他的这个这个具体的办事人员 在那执行他的这个这个政策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但是中国比较可悲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的这个体制啊 按我们通色的话来叫做一盘棋 一盘棋 就是说不是说我当了这个总理 我就可以按照我的方式 去把我的这个人马呀 调到一起来 其实他能够调一两三个人就不错了 核心的人物 多数的情况之下呀 都是要通过政治局常委 或者通过总书记 通过各个部门呢 进行这个协调 这个里面啊 他就做成复杂了 每一个人都是想在这个系统里面啊 能够塞进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欣赏的人 这个里面就是有 不是简单的这种利益交换 它是非常隐藏了里面的 很多的啊历史的 现实的啊 和和和各种各样的 想不清楚讲不清楚的这种 哎没关系啊 这就是叫官场之术 官场之术 所以在这个层次来讲啊 他跟政治局委员 和一些重要的啊 这个啊这个这个常委啊 或者是前国政权副主席啊 人大副院长有很大的不同 那个情况吧 他往往有一些比较固定的啊 配合的要求 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 等到当政权副主席 达到什么标准 等到进政治局委员 达到什么标准 等到进政治局常委 在部委这个层次里面啊 他就不一样啊 就是符合同一个标准的人啊 非常之多 所以今天可能是这个人 明天可能是那个人 今天昨天今天上午还是这个人 到了下午就变化了 就像我们最近几天讲到这个央行的行长 对不对 央行的行长传了很久 那我西方的投资界也好 中国的经营界也好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啊 这个上个星期都没有想到潘高盛 成为了央行行的对吧 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在插灯之中啊 他人数公布了以后大家可以找出各种各的理由 但是没有公布之前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为什么没有想到就是这个里面情况产生突然的这个变化 哪个同样的变化有可能是哪个人起到了作用啊 比如说易纲一句话 说到了习近平 或者说呢 哪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说朱后卿还有什么缺点啊 他这个本土化了等等 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人数的彻底给颠覆 改变 所以上个星期我们再谈到李炳洲 你要当国务院常务总理在副秘书长的时候啊 这个实际上啊大家主流的传说都是这个东西啊 而且讲起来啊现在李强不行啊 找了一个朱英基的老部下来来就证啊 我看明镜新闻得作的这个新闻把我吓一跳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大吧 对吧 一个常务副秘书长能够做多大的工作 这都是非常有限的 但他确确实实是跟朱英基的有一些关系 因为李炳洲很长时间就是朱英基的这个这个这个 啊秘书 但是你说朱英基的这个秘书啊 朱英基本身身里头那么糟糕 他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的 他一个大秘书在这个时候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都不知道啊 关键是你跟当今啊习近平或者李强啊 关系怎么样 才是最终决定你的人事任命 但是还有一个名字是李炳洲竟今年你初啊 才担任这个贵州省省长啊 贵州早一段时间我们讲的问题啊很多 对吧 最后面的时候说哎呀老李啊 或者小李啊暂时别动啊对吧 还是把志军搞过来 因为志军搞过来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王志军就是一个啊 层次宏观掌控 研究的这么一个官员从法国委出来后来到中央财办第一次当局长 第五次当局长啊 那么他的老板是谁呢 老板就是刘鹤 但是刘鹤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人呢是有一点学者的色彩啊 不知道是家庭原因 而是他本人个人的修为真知啊 他更像是一个学者 如果没有习近平啊他也当不了副总理 也当不了政治局委员啊 就是一个法国委的副主任啊 然后搞一个什么什么研讨会啊研究机构啊就拉倒了啊 是一个智库的人员 那么他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呢 有的人要抱怨啊这个刘鹤啊行政能力太弱啊 他像一个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啊一个领导人呢 他不仅是要有行政能力的强的人呢 作为他的这个执行者 而且还真需要学者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问题 他不像政治的问题那么单薄那么单一 他的层次是很多的 经济学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那套的想法 对吧 而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中间 怎么样经济学家发挥他们的这个作用 尤其在政治的这样的一种紧张的 现在这种压抑的情况之下 很多都不愿意讲真话 对吧 当然有的人要么就是讲假话 要么就是划争取宠 对吧 早一段时间划争取宠的一些人呢被封锁了 有的人说中国的经济政策 也应该给予大家一个比政治更宽松的这么一个空间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刘鹤虽然退下来了 最后面他恰恰在原来的政治局的这个观点体系里面 他跟经济学者可以说是联络比较多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老部下也就是说现在的王志军 那么他是中共中央委员 而且呢是在中共中央委员里面比较少有的 还没有解决正值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到国内啊升一个什么国务 常务副民主长 那么在宏观经济上去辅助这个李强啊 其实只是一个极变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是他跟经济学家很熟悉 因为他一方面是清华大学的 另一方面是他长期以来跟经济学家的交往是非常之多 所以这个安排啊 我觉得更多的是延续和延续流后的这个影响力 然后呢也是向经济学家示好的一个标识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人员的安排 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么复杂 需要有更多的经济学家来发表意见 以前呢在很多的政治领域里面大家比较小心 但是在经济领域里面因为他的专业性很强 比较宽丝的讨论呢 于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隐隐存在的 所以希望这个王志军到了这个国务院之后啊 能够这个这个把这个啊 我用这什么词啊团结还是说鼓励 还是能够更多的超越这种意识形大核心的这种政党的意识啊 能够接受经济学家的不同的看法 这个其实对中国的经济的未来的政策的制定啊 对于李强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虽然王志军他不是一个非常强一力的行政领导人 但是他在这方面可以补充这个李强的不足 因为李强现在秘书长是从这个江苏调过来的嘛 他缺乏的是啊就是说他有的是实际的经验 他缺的呢是跟经济学家啊更多的这个啊 得到经济学家的更多的指导 谢谢和平先生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